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 他说全力以赴 一定会让蓝天再现 最新的状况 连线记者张良好 好 主播观众 我们现在人在 国民党中央这里 今天是国民党正式提名 立委蒋万安 来参选台北市长的日子 所以可以看到 在党中央外面的地方 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都来到这里了 他们有的人是举牌 有的人是大喊加油 要给蒋万安来打气 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会是蓝天再现好不好 可以看到来的人 其实蛮多的 所以蒋万安是在广场 这边几乎走了一圈 跟每一个来这边的人 说一声谢谢 那他刚刚除了是提到 他会让蓝天再现之外 他的参选宣言里面 也提到了疫情的部分 听一下怎么说 今年万华疫情爆发的时候 许多基层民众是脆弱无助 但是染疫时却被政府指为破口 最近民众看尽政府的傲慢 无能 没有做好准备 就放任民众与病毒共存 今天国民党除了是提名蒋万安来参选 台北市之外也提名了基隆市长的部分 他们是提名了谢国良 另外南投县长 他们是提名了许淑华 那主席朱立伦在这个支持当中 也是提到了 希望北北基陶 他也cue了一下张善政 以及侯友宜 希望能够一起来赢得顺选 那以上就是掌握最新情形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